好 谢谢周警官 给您添麻烦了 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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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警官 谢谢啊 应该的 有时间带我那儿去喝茶 好 行 一定 好嘞 再见周警官 再见 再见 小姑娘 有事啊 那进来说 来 进来 是女子旁这个亭吗 是 好 那 尹婷婷 有什么事告诉我吧 我们老板 当着很多人的面 给了我俩儿光 为什么 因为我提意见 你提了什么意见 当时 原话是怎么说的 那天 郑总到我们办公室 又要让我们加班 周警官你不知道 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节假日 连周末都是加班的状态 我就跟郑总说 郑总 我能不能给你提个意见呀 公司 应该有奖励制度 节假日和周末加班 应该有加班费 不然 就算加班 大家也是出工不出力 没想到郑总跟我说 你要是不想加班 可以走人呀 我就跟郑总说 你怎么不讲道理呀 没想到上来 就给了我俩儿光 郑总是哪个郑 官儿郑 郑春光 春天的春 光明的光 郑总 你叫上老王 给尹婷婷做一个笔录 好的 谢谢周警官 没事 陈总 成立一宫协会肯定是个大好事 但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觉得得拿出一套方案来 要不然这样 我们成立一个专业的志愿者团队 上门的服务 能够免费 为那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 老年人服务 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这钱从哪儿来 老年人这个群体太庞大了 而且服务范围又很广 有可能还会涉及 法律方面的纠纷 郑总啊 您让我怎么说你 你一个大老板 怎么会那么冲动 当时许多员工的面 打了萧衣两个耳光 你把她当你们家丫鬟了 周主任 我呢 给你解释过了 她呢 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 公开顶撞我 下不来抬 怎么叫公开顶撞呢 你让工人节假日周末加班 还不给加班费 这本事就是错误的 她提了个建议 希望你建立合理的奖励制度 不对吗 她要是不想加班 那就辞职 没有人逼着她在公司上班 郑总 你这个态度不好啊 在你公司上班 就得任凭你随便使用 你每天让他们干二十个小时 他们也不能有意见 作为劳总 作为劳总 你应该对劳动法很熟悉吧 劳动法的第四十四条 你应该很清楚吧 周主任 我呢 还有事 咱们长话短说 你就说这事怎么办呢 你其实要走啊 你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治安处罚法 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处罚法 按规定是要进行处罚的 我们现在是尽量给你调解 可调解的前提是 你得向小尹赔礼道歉 向她道歉 我们现在 门都没用 如果呢 你现在要处罚我 随便怎么处罚 不处罚是吧 不走 郑总 你打小尹的时候 小尹本来是可以选择 打110报警的 但是她没有 她选择来找我们 希望我们进行调解 如果你还是这种态度 那我们就走法律程序了 那我们就走法律程序了 随便 既然叫义工协会 那肯定就是免费的 不过服务范围呢 确实需要确认一下 我赞同刚才金总说的 我们成立一个 志愿者的团队 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 到社区 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怎么样 临时性的志愿者团队 那跟现在的志愿者团队 没什么两样 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遇到急事怎么办 有疾病可以打120 可要遇到普通的头疼脑热 不能也打120吧 更何况有的老人 连打电话都费劲 在家里遇到急事怎么办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虽然政府这些年 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老弱病残 确实是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 政府暂时还不能实现 全天候全覆盖的服务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这些 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坐在家里 就能够随时享受 志愿者的服务 当然 法律问题也要搞清楚 比如 志愿者上门服务 出了问题怎么办 这方面我去咨询一下律师 我觉得 我们先成立一个基金会 把筹集到的资金 放到基金会里 专款专用 然后再招募志愿者 咱们先把活干起来 几位来办决断 怎么样 好 我赞成 可以 周警官 怎么了 郑总 把我开除了 这样 我现在就带你到派出所 接警大厅报警 报完警之后 你回去 把你跟公司签订的 劳总合同拿来 实在不行 我帮你打结上官司 这次调解除了我以外 还请来了退休法官吴清光 还有霍春律师 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咨询他们 他们可以现场作为解答 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 调解效率 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家都看过材料了 上次调解中 郑总拒绝道歉 回去之后 就开除了员工小尹 为此 小尹已经向我们 派出所报案了 郑总 现在还是有两个选择 摆在你们面前 第一是协商解决 第二是走法律程序 如果走法律程序 我们就安装法律 对你进行治安处罚 如果调解呢 周淑人 你在威胁我 你可以咨询他们 我这算不算威胁 郑总 你先别激动 听周主任把话说完 开除员工 这是公司的权利 并且我们有合同在线的 郑总 我看过你跟小尹的劳动合同 你们的合同存在漏洞 法院是不会支持的 而且我负责任地告诉你 如果小尹起诉的话 你至少要 赔十万元的经济赔偿费 而且你的企业 会被列入没有信誉的黑名单 你公开打员工耳光的行为 已经触犯法律了 你可以咨询他们 也可以在 我们对你进行治安处罚之后 聘请律师提起诉讼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说你一个堂堂公司的老总 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现在是什么社会 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 不要以为你是老总 有几个钱 就可以对你的员工一期用事 实话告诉你 如果小尹同意的话 我愿意免费为她代理 尤其是我们的宁州 外来新居民 不仅有政府 还有社区群众组织撑腰 没有一个人是孤立无援的 行 我打人了 那就拘留我呗 最多半个月吧 还有 我开除员工 违反了劳动法 行 你让他去法院起诉我 还有什么呀 郑存光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认为自己有钱 拘留半个月出来 就什么事都没了 那你想错了 你拘留了半个月 你在社会上的信誉没了 你的企业信誉也没了 你跟一个员工赌气 这代价 是不是太大了 我们如果要拘留你 还把你找来费这番口舌干吗 我们是想帮你 不愿意你搞得太尴尬 现在你还是两个选择 第一 是赔礼道歉 赔偿小尹的医疗费 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 第二 走法律程序 你还得赔偿小尹的医疗费 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 不信你可以问他们 我可以告诉你 郑总 如果打官司 你肯定输 您 给您 孙总 可茶 这款产品呢 现在大多应用在医院 疗养院和部分养老社区 我们呢 也是联系到的厂家 我觉得这款产品 应该符合你们的要求 从说明书和外观上来看 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但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这个呀 你们大可以放心 我联系的这个厂家 绝对是正规的厂家 不但质量好 而且售后服务呢也很到位 对了 孙总 这个呼叫器价格贵吗 别太贵了 这个呀 我们已经比较过了 是同类产品中价格最低的 但是价格再低呢 也得有个成本 这个我明白 我等会儿去找他证索 让他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 这个经费的问题 这样 我先表个态啊 咱们首批发放的呼叫器呢 我们公司全部赞助了 也为咱们罗唐公益事业 做一份贡献 那就太感谢您了 孙总 不客气 郑总 现在当着我们大家的面 希望你给小尹正式道个歉 至于医疗费 务工费 和精神损失费 都主任 我明白了 说来说去 不就还是要钱吗 你说吧 我就当花钱消灾了 我不是想要你的钱 从小到大 我爸妈都没打过我 你凭什么打我 我又不是你爸妈 干吗灌着你那臭毛病 敢当面顶撞我 我打你都算轻的 父母没教好你的人吧 我替他们教 郑存光 越说越过分了啊 你到底还想不想条件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就是摆着一个阵势 我还真不害怕 我郑存光 也不是下大的 想告我 去啊 我说 这一个大法官 一个大律师的 真能一告一个准吗 那就犯不着在这儿 给我费什么托抹星子吗 是吧 我看 你们就是合起伙来 吓唬吓唬我 我可不吃这一套 有本事 去法院告我 我等着那法院的船票 我还是 头一次遇见这样的人呢 跟他说了半天 一句没听进去 小尹 没什么说的了 去法院起诉他 真的要打官司吗 你如果怕打官司的话 你发钱 我可以给你申请法律援助 不用那么麻烦老周 我愿意免费为小尹 代理这个案子 不是的 霍律师 周警官 不光是钱的问题 我知道打官司 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我是怕我耗不起 小尹 这种矛盾 一般对我们毛条中心来说 是以调节为主的 不得万不得已 我不赞成去打官司 可是 这个案子不一样 你刚才也看见了 郑总的态度很嚣张 根本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当然 你是原告 最后的决定权在你 我们听你的 你如果觉得就这样算了 我想好了 我听您的 如果这次我就这么算了 那他以后 还会像欺负我一样 欺负别的员工的 对 行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的代理律师 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